徐扬从储物空间之中 拿出了巴掌大小的灵船 朝着空中扔了出去 一股白色光芒包裹着灵船 灵船在迅速的膨胀变大 几秒钟的时间 就从手掌大小 变得大概有半个房子这么大 师父 好厉害啊 这个是什么 刘青一脸惊奇地 看着漂浮在半空中的灵船 他虽然在药山庄 见过不少的仙人 却第一次见到灵船 王芳翠也大为惊奇 心头低过 仙家手段果然高深莫测 上来吧 我们现在没有必要 待在这个地方了 我带你们去天蓝宗 王芳翠犹豫了一下说着 我去收拾一下屋子 不必收拾了 许阳语气平等 可是这些东西 扔了怪舍不得 不少银子呢 王芳翠还是低过 啪 许阳直接扔出一堆银钉 堆积起来又人那么高 够吗 王芳翠愣神了几秒 还下意识地点点头说着 够了 都给你了 不过现在你搬不动 我先替你保管着 许阳说着 大手一挥 地上成墩的银子 又在一瞬间消失不见 哎呦 一天之内 王芳翠受得太多的刺激 一时之间消化不过来 整个脑子都在 嗡嗡嗡地鸣叫 三人上了灵船 许阳便带着他们飞速地前往天兰宗 灵船的速度非常的快 仅仅十几分钟的时间 就跨越了千山万水 回到了天兰宗 许阳没有墨迹 在天兰宗的后山之中 找了一个宽敞的四合院 给王芳翠住 然后把成敦的银子都给了他 王芳翠受不了这刺激 整个人都瘫软了 差点晕过去 许阳也只能苦笑了 叫了两个住机器的弟子 好好伺候王芳翠 作为自己两个徒弟的娘 许阳当然是不能亏待她了 安置好了王芳翠 许阳把刘青和刘明 带到了炼丹房 从今天开始 你们就是修者和炼丹师了 修炼的过程非常枯燥和苦闷 炼丹也会经历无数次失败 但是我希望你们不要放弃 要不然的话 你们对不起你们自己的天赋 许阳在炼丹炉的旁边 淡淡地说着 这些话呀 他给他的每个徒弟都说过 是 知道了师父 刘青看着炼丹房之中的一切 一双手忍不住地 抚摸着炼丹炉 虽然这些东西 他从来都没有见过 但是却有一种 非常亲切的感觉 徐阳拿出了几瓶丹药 给了刘青和刘明 这些就是丹药 你们要炼制的东西 当然 我现在不是让你们去炼丹 我是让你们 把这些丹药吃了 这些丹药 可以让你们成为修士 刘青和刘明 在徐阳的指导下 服用了丹药 一瓶接着一瓶地吃下去 仅仅一天的时间 刘青和刘明 就助击中期的修为了 又一次把徒弟 送到了助击期 徐阳虽然高兴 但是也更加的惆怅了 他都十万年了 还在练气期 他的小徒弟 都能在一天的时间之内 从完全没有修为 变成练气期 然后又迅速地 从练气期突破到助击期 人比人 妻子人 刘青和刘明有了修为 有了灵气 就可以练丹了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 徐阳就没日没夜地 叫到这两个徒弟 练止丹药 这两个徒弟也没让他失望 刘青对于一些低阶丹药 已经能炉火纯青的驾驭了 刘明虽然还是没有达到 刘青的程度 但是也差不多 天空湛蓝 阳光明媚 徐阳躺在老爷椅上 旁边灵青叔 在给他锤肩膀捏腿 面前的刚刚收的两个练丹徒弟 在他面前手忙脚乱的练止丹药 一切都显得那么的宁静 这一切啊 直到方言的到来 终止了 你说你 你出去玩的时候 又不带上我 方言风风火火的跑来 一到徐阳旁就说着 虽然他知道 徐阳是天兰宗老祖了 但是也丝毫没有 小辈见老祖的拘谨 这些当然是和徐阳的长相 有些关系 虽然徐阳现在已经十万岁了 但是现在的面容 却是十几岁的少年模样 要是把徐阳的模样 换成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方言估计就没这么 大大咧咧的了 当然徐阳也不建议啊 虽然他已经十万岁了 但是依然有一颗 十几岁的少年心 我出去不是为了玩好吧 我很忙的 腿都快跑断了 徐阳笑着 话说你在外面干了什么事情啊 你又被通缉了 方言忽然说着 徐阳文言差点被口水呛死 随即面色好奇的说道 这次又是哪个 不要命的来通缉我呀 徐阳自以为 他干这么多事情 就算是一些低层修士 不认识他 但是一些稍微高端一点的修士 不可能不认识他吧 他这么凶名显赫 居然还有人敢通缉他 是贤劲脑袋长在脖子上太重了吗 是一个叫耀山庄的 第一天他们就发布了通缉令 第二天 他们就出动所有的弟子 把通缉令都收过去了 方言说到这里 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徐阳感觉也有些好笑 忽然 徐阳心头一动 想到了一个主意 第二天 徐阳就出现在了耀山庄 当耀山庄的弟子看到徐阳的时候 就跟见了鬼一样 一阵风风火火的紧急通报 耀山庄的太上长老赶紧出来了 大人光临耀山庄 不知有何事啊 太上长老名叫周天 金丹后期的修为 当他知道耀山庄宗主 居然被一个人杀了之后 大怒啊 风风火火的发布了通缉令 然后第二天他就知道了 他通缉的对象是徐阳 当时差点没吓死他 这两天他一直在忐忑中度过 然而最令他害怕的事情 还是发生了 徐阳上门了 现在他很想哭 那这是得罪谁的呀 怎么这么倒霉呀 想到被徐阳灭掉的那些势力 他一阵心惊胆战 耀山庄不会成为下一个吧 我来这儿 就是想来请炼丹师而已 请炼丹师 周天有些愣神 不知道徐阳这是什么意思 准确的来说呢 我是想要几个炼丹师 周天更加疑惑了 小心翼翼的问着 大人 你的意思是 我呢 现在有非常多的灵药 需要炼制成丹药 但是我没有足够多的炼丹师 所以我就想到你们了 徐阳也不磨叽了 直接把他的想法说了出来 周天听到这儿 送了一口气 只要不是来灭门的就行 其他的爱打打地 大人 这个好办的 你看上哪个炼丹师了 和我说就行 徐阳却露出了淡淡的笑容 我想 你可能还没有理解我的意思 我想要炼丹师 下半辈子都给我炼制丹药 周天有些懵逼呀 过了会才反应过来 不 情况不对呀 徐阳是要炼丹师卖身给他 当炼丹机器 这个 大人 不太好吧 周天冷汗直冒 虽然他非常的惧怕徐阳 但是徐阳简直太欺负人了 所以想要再说些什么 嗯 这个我大人知道啊 我也没有想要几个炼丹机器啊 我只是想要你们整个药山庄 以后都给我炼制丹药而已 而且我看你们的这个宗门 已经破落了 我给你们找了新的住处 以后你们就搬到我们天兰宗住下 怎么样 徐阳笑眯眯的说着 眼中满是善意的笑容 听到徐阳这话 周天一口老血差点喷出来 他的面色已经彻底变了 冷冷的说着 你的意思是要枉我要山庄啊 然后把我要山庄 所有的炼丹师全都掠走 给你炼丹师吧 你可以这么理解啊 徐阳笑了一下 你休想 我们虽然斗不过你 但是就算是死 你也不要想着得逞啊 周天的一张老脸 仗得发紫 但目光悲愤不已 就是 我都虽然是斗不过你 但是我们也是有尊严的 你要是想要以武力威胁的话 那你就打错主意了 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不会拘捕 对 就算是你把我们全杀了 也休想歌唱 这个时候 从药山庄之中 好来了一群人 大声的嚷嚷 一个个脸上都写满了愤怒 哎呦 这些人还挺倔强啊 徐阳目光戏谑 其实这一幕他早就料到了 既然这样 那就用最打击 这群人的自尊心的地方下手 看在你们的态度 让我感动的份上 我就不动用武力了 不如 我们来打一个赌如何 徐阳说着 周天面色疑惑 不知道徐阳想搞些什么 一脸的戒备 打赌 怎么一个打赌方法 赌注是什么 徐阳拿出了他的炼丹炉 轰的一声 砸在了地上 既然你们都是炼丹 我们自然来比赛炼丹了 徐阳面露微笑 我这里有一份丹方 一共有一百种丹药 我一个人 把这些丹药全部给炼制出来 我一人炼制一百颗 你们挑选五十个人 一人炼制两颗弹药 然后 看看谁用更快的时间炼出来 要是我赢了 你们就听我指挥如何 这次啊 周天再次怀疑人生了 当他听到徐阳说完这句话的时候 已经快晕了 等等 刚才你的意思 是你一个人 要炼制一百个弹药 然后我们 只需要一个人炼制两颗就可以了 然后比谁的时间更快是吗 徐阳点头 没错 你的理解完全正确 周天彻底无语了 现在他怀疑人生啊 他太猖狂了 虽然我打架打不过他 但是说要炼丹呢 我一个人能甩得十条街 哦 就是啊 他放弃我们药山庄是靠什么吃饭的了吗 而且他一个人要炼制一百颗弹药 他的灵气够用吗 要知道炼丹是非常消耗灵气的 就是 我们炼制两颗弹药的时间 他居然炼制一百颗弹药 要是这样还比不过他的话 那我们就自杀算了 药山庄的人说着 一脸的不屑 徐阳看了看他们 然后笑着道 怎么样 敢来吗 周天冷静了一下 思索了一下 他便是想清楚了 徐阳既然说了 他还能够拒绝吗 当然不能啊 因为他的拳头 没有徐阳的硬 而且这对于他们来说 不管怎么看都是一个机会啊 只要徐阳说话算话的话 要是前辈输了呢 周天想了一下 我输了 徐阳的嘴角带着笑容 我不会输 周天文言差点吐血 那好吧 这问题就当他没问吧 想到这他翻了个白眼 那什么时候开始 我觉得现在就可以开始了 徐阳淡淡的说着 在经过了一个小时的 筹措工作以后 在药山庄的广场中间 架起了101台炼丹炉 徐阳在广场的一头 身旁杂乱无章的堆积着灵药 杂乱的程度 你就说这是喂猪的 都有人相信 在广场另外一头 100个炼丹士整齐的排列 他们的灵药 每一种都放置了整整齐齐 至于灵药的叶子呀 都被捋顺了 周天作为裁判 在广场的中央 看着徐阳身旁 好像喂猪的那些灵草 他的嘴角抽出了一下 不用想了 药山庄赢定了 炼丹最讲究灵药的下炉时间 时间精度 要精确到毫秒的级别 时间稍微有一些差错呀 都会导致炼丹的失败 所以炼丹之前 将要炼制的灵药 整整齐齐的放在一起 绝对不是什么强迫症 这样做的好处在于 在想要那位灵药下炉的时候 可以非常顺手的拿在手上 但是看着徐阳这个 杂乱无章堆积如山那模样啊 仿佛是刚刚从地中 拔出的杂草一般 等一会儿炼丹的时候 恐怕徐阳到时候 灵药都找不到吧 就在这个时候 一声钟声响了起来 周天高声的说着 比赛开始 他话音一落 药山庄的炼丹师 瞬间就动了起来 快速又有条不紊的炼制丹药